這次呢我打算也是裝作一個有獎真打的一個感覺 這次我會抽獎然後送個東西 送的是什麼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龐 今天的影片呢 正如各位標題所看到的 我希望各位能夠給我一些 那在開始之前呢先說清楚這次想要廣增大家意見的呢 不是聖誕節要出的角 那基本上這次的聖誕節應該跟萬聖節一樣 可能不會出特定的cosplay了 那至於要怎麼樣來做這次的企劃呢 我會再另外想 那這次是因為大概差不多在 我用工作的時間來算好了 摳掉我1月要去日本 然後2月會卡一個過年 大概剩下10個禮拜的時間 有一個算是大型活動 那這那個大型活動呢會有一些我跟各位可能觀眾或粉絲或者是路人 有一個比較近距離互動的機會 那我想說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那我乾脆來出一個大概已經不知道多久 應該1年了吧 1年沒有出的角 對上一次是2月 那下次如果也差不多那個時間的話 剛好是1年 那這次就是希望各位能夠給予我一些想法 讓我決定到時候在那一個活動呢 我應該要出什麼角色才能夠讓各位觀眾可能比較開心 那在各位急著留言之前呢 我想先說幾個關於這次 希望你們提供我意見的幾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就是 它不要太難做 我剛才講了剩下大概10個禮拜 10個禮拜如果拿來全做衣服的話 是來得及 但是我現在要拍片剪片嘛 所以實際上真的可以做的時間 可能不到一個月了 就是真的全新投入的時間 加一加不到一個月 那因為它是分散的嘛 可能實際上會更短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可能你們也不會知道 我大概做衣服多快多慢 你們可以參考一些我之前舊的影片 我那些製作全紀錄 通常那些內容是大概2個禮拜 到3個禮拜合起來的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這樣子有一個概念在啦 然後第二點呢就是 或許各位可以有辦法幫我找出一些很華麗啊 或者是一些重裝備 但是實際上做起來又沒有那麼複雜 應該說做起來比較不花時間的角色 但是我剛才講的 這是一個讓各位觀眾粉絲 能夠跟我近距離互動的機會 距離多近呢 大概就正常兩個人溝通的距離吧 可能50公分 那照相的話可能可以小一點 大概20公分左右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很大 例如說我假設一下 我今天穿了一個 史萊姆1 這個史萊姆超大的 半徑1公尺 那我們就沒辦法太近距離了嘛 這個會讓人家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也不要這麼會讓人家 沒辦法跟我太靠近的一個東西 那再來就是希望各位能夠提供我意見的 角色怎麼選啊 首先各位第一個 你們可以去看我曾經出過的角色 就是那些我做過的啊 我出過的 這兩年多來 在我的頻道裡面 我想想看 首先 LovLive的三個 Nozomi Yoshiko 跟 又一定有 這個應該找得到 我記得都有拍影片 還有就是 之前有出過一次雷姆 然後聖誕節的索尼紫 然後就是最近的那一次 是一個同人版的黑針 這幾個出過的呢 各位可以從這邊去發想 那再來就是 我可能 我不確定 可能你們知道 我說過 或者是你們自己感覺出來 我說我喜歡哪一些動漫作品的 你們也可以從那邊去想 至於我喜歡哪些呢 可能就看看 看IG 看IG或許裡面有一些 蛛絲馬跡也不一定 那再一步欄呢 就是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我最近有在玩的一些遊戲 那目前 大概就這幾個吧 就算現在已經沒有很早玩的 我還是先把它放在這邊 必然幻想啊 陰陽師啊 有像大師 FGO 少女前線 必然航線 第五人格 那傳說對決 這個其實已經放很後面了 怪物彈珠 還有這個 是更早以前的 龍珠拼圖啊 死亡愛第十 差不多這些吧 嗯 各位可以從這邊 或者是我曾經拍過的遊戲的影片 或者是我開箱過一些 我喜歡的東西的周邊 你們可以自己去 想辦法從裡面 挖出一些 你們希望看到我出的角色 對 其實主要 當然是我要先喜歡 所以我才說 你們可以從我喜歡的東西去找 但是第二點就是 希望這些東西是你們看到 也會開心的 大家就找尋一個共同點這樣子 好那我希望就是可以盡快的 開始這次的企劃 所以 我希望就在一個禮拜內 一個禮拜 反正大家就 踴躍的留言 那留言呢 我也不會是讓各位就是 白留言的啦 這次呢 我打算也是裝作一個 有獎爭達的一個感覺 這次我會抽獎 然後送個東西 送的是什麼呢 送的就是 這一組 去年 原本說要拿來賣 結果後來實際上 因為覺得好麻煩 就一直都沒有賣的 庫卡 庫卡其實就是明星片大小啦 背面是全白的 所以基本上你們可以拿來自己寫地址 什麼的 然後寄出去 或者是 就直接就收藏一份 我記得應該是六張還是七張吧 一套 裡面有我目前這個頻道裡面 所有出過的角色 各一個 照片的 庫卡 裡面有一些是 完全未公開的 就是 從來沒有在影片裡面出現 也從來沒有在 什麼IG FB啊 貼過的照片 目前就只有 這個裡面有 我會抽獎送這些東西 那抽幾份呢 我想 我現在這個訂閱還是蠻多的 我們就抽個 十分之一吧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今天有 十個人留言的話 我們就抽一份 有100個人留言的話呢 我們就抽十份 200個人的話就抽十份 我這個現在 應該還有剩下110個左右 我想留言應該不會多到 1100多個啦 所以 一定都夠送 我們就抽十分之一 那留言要怎麼留呢 你們就直接留 我剛才說過我喜歡的遊戲 動漫作品的一些 角色的名字 或者是 你們希望看到的 就是 角色 我角色 可能你們看說 欸 未來小龐 你喜歡 Love Live 欸那 我也有點想看 Daya 那我們就寫個Daya 其實也可以 不一定要就是 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主要就是這樣 我喜歡的 跟各位喜歡的 能夠有一個重疊的部分 這樣最好 那如果你們選的是那種什麼 手遊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卡面的話呢 希望可以同時 除了名字之外呢 同時留下 可能哪一個系列 哪一套 就 其實也不用太詳細啦 我到時候也是自己去找 何況你們 留言的也不一定 就是完全會照做嘛 我還是用要從 每個人的留言可能都不一樣 我會找一個 大家的共同點 這個樣子 差不多這種感覺啦 你們就 反正 你們先留言 我們再來看看實際上要出手吧 這次就 先大概 徵集一個禮拜 以後到下禮拜一呢 我會抽出 十分之一留言數的這個庫卡 那抽出來之後呢 我會直接在你們的留言下面 留言 請你們留下你們的E-mail 然後之後再用E-mail去跟你們聯絡 那個回E-mail的那個帳號呢 必須跟你們一開始 留言的那個帳號是一樣的 這樣才知道不會被人家 道理 然後到時候 跟你們要E-mail帳號之後呢 我會有E-mail寄信給你們 請你們自己去看一下E-mail 然後 我會跟你們要一些地址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差不多這樣子啊 那這次就是一個 我想從發想階段 就讓各位觀眾 本事能夠跟我一起 參與這個企劃 那就到明年的時候呢 我們就大家就 開開心心的一起 度過那個活動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如果有一些就是我剛才講的 沒有想到的 我會在下面說明敘述的地方 跟留言置頂的地方 再講的詳細一點 各位就看一下這次的活動內容吧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別再不記得幫我點喜歡 想看更多影片的就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二過晚上7點45分 上來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